当地时间5月1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陆续签署了一份总统令与两项法律 当地时间5月1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确保俄罗斯信息安全额外措施的总统令 普京下令在每个部门、机构和骨干组织里设立IT安全部门 根据规定 从2025年1月1日起 俄罗斯国有企业和机构禁止使用不友好国家生产的信息安全设备 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日签署法律 限制俄罗斯信贷机构向外国提供信息 新法律规定 禁止俄罗斯银行和信贷机构向外国机关提供其要求的关于银行客户及其交易 以及客户代表、受益人和账户及资产持有者的信息 该法律还规定 如果账户持有人受外国税法对其持有国外账户的管辖 则俄罗斯银行和信贷机构可以在国际税务信息合作范围内 向外国机构提交有关信息 当地时间5月1日 据俄罗斯官方法律信息门户网站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一项法律 取消对欧盟和一些不友好国家的官员实行的签证简化制度 该法令涉及俄罗斯与丹麦、挪威、列治敦士登、冰岛 以及瑞士之间的签证辩令化协议 根据签署的法律 俄罗斯取消为相关国家官员代表团和记者提交文件 和签发一年多次入境签证而实行的简化程序 取消为其政府、议会、法院成员签发五年多次入境签证 此外 相关国家官方代表团和政府及议会成员的签证费不再免费 外交护照持有者不再免签证入境 本集完结束 共感觉 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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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